大家好,这里是中国制造鸡肉哥 那今天天气又是棒棒的 又到了和大家边起边聊的环节了 今天又想跟大家聊一点比较敏感点的话题吧 就是关于现在很多在网上有很多人抱怨 所谓的那种罕奸卖国贼 那其实我在想与其说我们这样无休止的抱怨 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 就是分析一下自己 是不是我们在教育或者环境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那我就我自己在国内外生活的经验 我想总结一下就是 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发生 那首先我先谈一谈我们的教育 那我们的文化当中呢 自古就是讲究文化教育当中就是讲究顺从 对吧 子女对父母的顺从 成名对军的顺从 学生对老师的顺从 以及员工对领导的顺从 等等等等等等 总之概括一下就一句话 就是当人们遇见绝对权力的时候 我们所要表现出来的只有顺从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会过多的去考虑自我的因素 或者甚至是公平 所以说 国家当年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 或者说当年中国在西方列强 西方列强面前处于软弱的时候 中国的百姓在如此的教育之下 你们现在觉得那些汉奸他们做出的那些错误选择 会不会让人惊讶 那就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惊讶 在那种环境下会产生汉奸 其实我们现在看看这种现象 不光是发生在我们身上 其实看看我们旁边邻国日本 他们在面对美国人面前的态度 其实就很明显 我们就知道了 对吧 那当年二战结束以后 日本甚至是召集当时全国的妇女 然后去为美国的大兵提供性服务 那其实这个我就不想多说什么了 所以说那种行为我不知道应该用怎么样的一种行为 怎么样的定义 我估计汉奸都可能都容纳不了了 那其实这个 其实人心理或者就是说思维模式是一个很长时间 因为环境和教育去形成的一种自然的一种东西 就是像你一个电脑的硬件 你给他装软件一样 那我这里就主要想讲一讲 就关于这个顺从的教育特点 你比如说像我们从小就强调这个顺从和服从性 那我举个例子 可能这边很多人都经历过 有多少人从小被父母打骂 或者就是说惩罚 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去尝试着挑战父母的权威 对吧 就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经常大人们会说 不许和大人顶嘴 无论父母说什么 就听着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慢慢慢慢的 其实就是说人长时间处于这样一种环境 就是人身上的那种 就是保护自我 或者就是说分辨是非的这种 或者就是说捍卫是非的这种能力 慢慢的就开始给去除了 你明白吗这个其实就是说到了社会上以后 人们也会有类似的概念 我到现在其实都不能理解的一句话 就是很奇怪 就是你到社会久了 混久了 你慢慢的那种性格绝要不拘就给打磨没了 那我到现在我都不能理解 就是说你到底要打磨一个人的什么东西 明白吗 所以说当我们得到了 就是说这种慎从性 服从性 他有他的优势 那他自然就会带出他的劣势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光抱怨一种现象 而我们真正想改变这种现象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找到他真正的原因 明白吗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有针对性的去 去改变 那其实这个在这个 这种所谓的汉奸行为 其实在社会上也是有很大程度的体现的 不光是对外 你就像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说中国很多行业之间 或者很多圈子之间都有所谓的潜规则 那明明知道这种潜规则它是不对的 那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往这个圈子里去扎 对吧 那我们可能讲着就是说 要生存或者是要干嘛干嘛干嘛 对吧 那没问题 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有这种生存权利的 就就是需求的 这个是刚需 没办法 对吧 那当我们真的为了生存时候 就能不顾一切的时候 做出都是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 那我想我们还现在这些所谓在键盘侠 就是这些键盘侠们 你还有什么理由 当你比如说你自己都在服从这种潜规则的时候 你有什么理由在这里去指责他人 说是海外的一些华人是卖国贼或者说是从洋媚外 对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往往正是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天天面对这些 就是本地人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在做最大的努力 去跟他们抗争 去竞争 去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去扩充自己的空间 去学习他的文化 去提高 真正的去提高自己 好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就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拜拜 拜拜 拜拜